巴西比利時你選誰 巴西 巴西 比利時 巴西 比利時 喔 怎麼還是沒有結論啊 巴西比利時你選誰 選一個 選一個 隨便 比利時 好 比利時 包滿一百塊 比利時贏 我剛剛大家直接忘記吐口香糖被發一千五啊 真的假的 怎麼那麼可憐 巴西跟比利時你有沒有選誰 先生你知道這單行道嗎 不知道 不好意思 站進來我看一下 voyli機ulti 星 Tag 我想問你巴西跟比利時你有沒有選誰 啊~~~ 好嚇勵 剩餐 辣 說勁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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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重播進球 真的喔 狩隙 好啦 算了 我要走了 我去看了 掰掰 欸 你不要走了 喔 不要啦 好啦好啦 我要走了 掰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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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進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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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 小組賽進行到這裡的時候 男孩已經無所謂啦 因為他們就算贏去 他們也沒有辦法禁止 這次來應戰德國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花太大的力氣 所以德國啊 應該會看中這一點 他們前面一定會保留力氣 30分鐘 他一定會想得滿熱毛囊的 想要贏球就是要讓敵軍的心亂掉 45分 上提前 他們一定會記一球 看這個賠率喔 沒問題啦 球是圓的嗎 要說我準啦 欸 你今天要買什麼啊 德國啊 阿根廷 葡萄牙 哇 三隊都送回家了耶 你真的是反指標欸你 欸 我這場下巴西 我覺得那馬人超帥的 所以我就把巴西的1比0到4比3包下來 我花了一萬 欸 大家 我今天買巴西喔